大家好 今天是一間在旺角新開的牛丼家 我們自己付款的 $101 元 $101 元是$26 元的牛丼 加$10 元有野飲 有菜和野飲 自選有茶、飲品、可樂、冠裝 大概$30 元就有了 牛肉飯在這裏 牛肉飯的樣子沒有那麼肥 肉多一點 洋蔥也煮得挺入味 另外這是牛魔王飯 牛魔王飯的漢堡扒是比較鬆軟的 但樣子好像很乾 但吃起來比想像中好 它是有肉汁 它是在表面煎脆了 裡面是有肉汁的 炸雞就不用叫 炸雞就沒什麼特別 炸雞只是普通來貨炸起的雞 油菜也沒什麼特別 油菜的樣子比較差 其實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這樣點個牛肉飯也可以 只點個牛肉飯 就性價比最高 $26 元 $26 元 $26 元就完成了 牛丼牛魔王飯 牛肉飯是$38 元 我覺得牛魔王飯好像有點寡 如果可以 它可能搭一兩條菜 賣相好像會豐富些 老闆可能就要研究一下 牛魔王飯的配搭要豐富些 外貌賣相就不吸引 炸雞也是一般的 炸雞就可以省下不吃 最划算的食法 我會覺得是這個 你點這個牛肉飯 它現在做一個 逃票優惠 就是$100 有四個 豚肉飯 或者四個 可以自己選擇 $100 有四個飯 是雞扒或豚肉 我想如果你想吃便宜一點 吃牛肉飯就直接 就是最高性價比 牛肉很漂亮 牛肉的份量都多 鋪滿了 飯身也不會太濕 牛肉就不會太濕 像吉野家那種 賣相都不錯 整體來說 做到日本的連鎖店的水準